陆家的人一个都不能放断 一定要把齐少镇带回去 是 封门 陆兄 陆兄 连夜相招 有何急事 你我多年至焦 陆某今日以性命 想脱了 陆兄 你真是太严重了 质疑师兄 表兄被佟大宝陷害 被打入天牢 这是七家军 八名部将连名用鲜血 写给万岁爷的一方叙述 上面揭局了佟大宝 与倭寇暗中勾结的罪行 巫术铁证 芷义师兄 他的分量太重了 众议兄 请放心 芷义虽然出家 但中间还是分明的 芷义师兄 陆忠于带七家军各位将领 拜谢了 陆兄 陆兄请放心 齐吉光将军和齐家军 中将领 精忠报国 志姨绝不以出家退避 将以死收托 老爷 老爷 邵政自封 你们快来拜过师父 陆兄 时间紧迫 让二位换下一步 马上跟我出城 师兄 一路珍重 给我搜 是 陆忠于 你不是向万岁爷告我 童大宝 与倭寇勾结 陷害七七光吗 今天万岁爷 让我来把这个东西亲手还给你 你怎么不说话了 平日里你没少骂我 陆忠于 你不是骂我 佟大宝是祸国殃民的奸雄 罪大恶极的烟贼吗 今天 你怎么不说话了 陆忠于 陆忠于 我听说 汽汽光的小儿子 就藏在你的府里 还有一份 搞我的写书 你一定见过吧 是的 告诉我 他藏在哪里 藏在我的心里 你能把他拿走吗 陆忠于 我劝你是食物点 还是把他交出来 你害怕了吧 我告诉你 血书你别想见到 陆忠于 你必须明白 你一家人的性命 就在我的手里 气烧正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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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我杀 老爷 我要让你知道 这次我听大宝 没有好下场 陆忠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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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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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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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